《昏旺的路灯拉長了街道兩旁的建築陰影, 美曼著潮濕水氣的夜幕下, 尖沙咀的霓虹閃落, 仿佛在掃說著這座城市的不眠故事, 一部《古惑仔》將香港的邦派江湖搬上銀幕, 刀光劍影,兄弟情義, 在哪個陸像廳盛行的年代, 成為一代人心中難以磨滅的青春記憶, 鄭衣健的懲罰, 陳小春的熱血, 以及哪些令人不寒而律的反派面孔, 共同構成了哪個時代香港電影獨有的魅力。 當退去《古惑仔》的淚鏡, 我們愧發現, 哪些在銀幕上戚詐風雲的江湖大佬們, 在現實生活中, 卻有著與角色截然不同的身份和經歷, 它們中的一些人, 的確曾是香港黑幫的一魂, 親身經歷過刀光劍影的歲月, 而另一些人, 則憑借著獨特的個人魅力和徵戰的演技, 將黑幫大佬的形象演繹得淋漓准致, 以至於讓人們難以分辨真假。 在哪個風雲變幻的年代, 香港電影如同雨後春筍般充現, 黑幫題材更是成為了其中的一個重要類型, 借些電影, 既是香港社會現實的一種反映, 也成在著一代人的青春記憶, 而那些曾經活跡在銀幕上的大佬們, 它們的故事, 也成為了香港電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有人說, 陳惠敏是香港黑幫電影中最不像演運的演魂, 因為他所飾演的角色, 大多與他自身的經歷有著千絲脈女的聯繫, 這位出生於1944年的香港傳奇, 身上似乎總是籠罩著一層神秘色彩, 早年間, 他曾是香港某社團的成魂, 江湖人稱雙花紅棍, 據說在尖沙咀一大頗有威名。 陳惠敏並非指示一屆舞夫, 他自有雜舞, 精通談腿和西洋拳, 曾代表香港參加東南亞拳賽, 拼連續兩年奪得冠軍, 借段經歷, 也為他日後在電影中的動作表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 1972年, 陳惠敏進入影壇, 憑借著高大威曼的身材和淋拉的眼神, 迅速在眾多動作片中慘露頭角。 他所塑造的角色, 大多是大著江湖戲色的黑幫大佬, 例如《古惑仔》系列中的樂陀, 这些角色, 與陳惠敏自身的精力和氣之不謀而合, 因此他演繹起來也顯得游刃有餘, 甚至無需太多表演, 便能將大佬的戲場展現得淋漓准致。 除了演戲, 陳惠敏也積極參與其他領域, 他曾投資酒吧、地產等行業, 拼熱心工益事業, 如今的他,已經年過七巡, 早已退去了昔日的江湖戲, 更多地以慈祥長者的形象是人, 但每當人們談起香港黑幫電影, 談起那些經典的大佬形象, 依然潰想起這位雙花紅棍出身的全奇演運, 如果說陳惠敏是本色出演的代表, 那麼志雄則更像是一位用生命在演戲的演運, 他所塑造的角色, 大多是凶臣惡殺, 令人不寒疑律的黑幫反派, 而這些角色的原型, 往往就來自於他早年的親身經歷。 志雄出生於1953年的香港, 家境貧寒, 年少時變絕學運職街頭, 拼加入了某社團, 由於身材矮小, 他常常被人欺負, 為了保護自己, 他苦練拳擊, 逐漸在幫派中站穩腳跟, 拼成為了銅鑼環光靶子, 江湖路拼非坦逃, 志雄也曾經歷過人生的低谷, 一次意外, 讓他身陷鱗魚, 在獄中度過了幾年的時光, 這段經歷, 成為了他人生的轉折點, 也為他日後塑造那些有故事的角色埋下了復筆。 1987年, 志雄經朋友介紹, 參演了電影《監獄鳳雲》, 在片中飾演一位性格暴躁的獄警盲蛇, 這部電影成為了他演藝生涯的起點, 也讓他找到了足於自己的表演風格。 此後, 志雄片若不斷, 成為了香港黑幫電影中的黃金配角, 他所塑造的角色, 大多是凶狠毒辣, 令人文鳳喪膽的黑幫大佬, 例如, 古惑仔, 系列中的大畢哥, 這些角色, 遠志雄自身的經歷和氣志不謀而合, 因此他演繹起來也顯得游刃有餘, 甚至無需太多表演, 便能將大佬的戲場展現得淋漓准滯。 志雄拼不滿足於只做反派專業戶, 他開始嘗試不同類型的角色, 例如喜劇片, 文藝片等, 拼積極參與公益活動, 希望能夠改變人們對他的黑板印象。 如今的志雄, 已年近七旬, 早已退去了昔日的江湖戲, 更多地以慈祥長者的形象示人, 但每當人們談起香港黑幫電影, 談起那些經典的大佬形象, 依然沛想起這位用生命再演戲的演魂。 在香港黑幫電影的黃金時代, 成灰安的名字, 幾乎如惡人話上了等號, 他那像不怒自威的年孔, 灰舞的身材, 以及充滿力量感的表演風格, 都讓他成為了銀幕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派之一, 這位惡人背後, 卻有著一段辛酸的童年和一段充滿戲劇性的人生經歷。 成灰安出生於1955年的香港, 家境貧寒, 13歲便絕學打工, 做過各種底層工作, 為了生存, 他加入了某社團, 成為了金牌打手, 江湖路拼飛坦逃, 成灰安也曾因打架抖口而入獄, 這段經歷, 成為了他人生的轉折點, 也為他日後索造那些有故事的角色埋下了伏筆。 1978年, 成灰安被導演梁小龍佛掘, 參演了電影《廣東十虎與侯五虎》, 從此踏入了演藝圈, 由於外形條件限制, 他大多只能飾演一些反派角色, 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氣餒, 反而將每一部戲都當作是學習的機缺他認真揣摩每一個角色的心理, 力求將每一個惡人都演繹得有血有肉, 令人信服, 憑借著精湛的演技和敬業的精神, 成灰安逐漸在影壇站穩角根, 拼贏得了大傻的稱號。 在長塌二十多年的演藝生涯中, 成灰安參演了三百多部電影, 索造了無數經典的反派形象, 他所飾演的角色, 大多是凶狠毒辣, 令人文鳳喪膽的黑幫大佬, 例如,監獄鳳雲, 忠的大傻, 疊血雙虹, 忠的汪海等。 这些角色, 雖然都是反派, 但卻各有特點, 令人印象深刻, 成灰安用他那獨特的表演風格, 將這些惡人演繹得淋漓准致, 成為了香港電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命運總是喜歡觸弄人, 1996年, 成灰安被診斷出患上療鼻咽癌, 面對病魔, 他並沒有放棄, 而是積極配合治療, 並堅持拍戲, 用樂觀的心態去面對人生。 2009年, 成灰安因病去世, 享年54歲, 他的離去, 是香港影壇的一大損失, 也讓無數影迷感到遠色, 他所塑造的那些經典角色, 以及他那競業的精神, 卻將永遠留在人們心中。 除了陳惠敏、 志雄、 成灰安之外, 香港影壇船有許多具有黑社會背景的演魂, 例如李兆基、 何家驅等, 他們都曾是香港社團的一魂, 親身經歷過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。 他們最終都算宅了金盤洗手, 告別過去, 用自己的方式為香港電影貢獻著自己的力量, 他們所塑造的那些經典角色, 成為了香港電影史上不可磨滅的印記, 也成為了幾代人心中共同的回憶。 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, 是黑幫題材電影盛行的時代, 也是這些大佬演運大放而才的時代, 他們用自己獨特的表演風格, 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有血有肉, 令人難忘的角色, 也為香港電影留下了寶貴的財富。 除著香港回憶, 社區環境的變化, 以及電影市場的威縮, 黑幫題材電影逐漸走向微落, 借些大佬演運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時線。 有些人算宅了轉型, 嘗試不同類型的角色, 有些人則算宅了退居幕後, 為香港電影培養新人, 算有些人, 則算宅了回憶平淡的生活, 過著如世無爭的日子。 無論他們如今身在何處, 充施著襲摩釀的職業, 他們都曾是香港電影的一份子, 為香港電影的發展貢獻過自己的力量。 他們的故事, 是香港電影發展史的一個縮影, 也反映了香港社會的發展變遷。 如今, 香港電影已經走過了百年歷程, 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, 那些曾經活跡在銀幕上的大佬們, 也已經老去, 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。 但他們的故事, 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那個時代, 依然值得我們去回味, 去思考。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,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, 歡迎訂閱點讚轉發。 感謝大家的支持。